南篮夺冠花絮,姚明第一时间拥抱他,其次财到周琦,从伤病到质疑,从低谷到成长,红队通过努力,拼搏,团结一举拿下亚运会冠军,如今这支红队所有的精力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,姚明作为中国篮球的引路人自然是功不可没,赛后姚明也是第一时间站起来和红队主教练李楠拥抱致意,图片见文章配图, 场上的小伙子在欢呼庆祝,周琦身披着国旗,大姚竟直走向大魔王与琦来了一次拥抱,长达数秒久久不愿放手,拍了拍大魔王肩膀似乎在说,中国的篮球未来就靠你们了,而此时的五星红旗在场中高扬,他们享受全场观众的膜拜欢呼,随后这帮红队小伙子们在球场中间来了一张大合照,但姚明并没有出现其中, 不过在稍后的颁奖仪式上,大姚和中国男女篮,来了一张全家福,温暖极了,我要争一口气,不是想证明我有多么北大,我是要告诉他们,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,因为我们经历过低谷,此时此刻,我们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,看到了希望,热泪盈眶啊,各位球迷,你们看比赛了吗? 感谢观看